這個地方是在肥後橋 從這個站出發到大阪城 大約是3.5公里的路程 我好痛啊 接下來大阪城好興奮啊 趕快衝進去 Yay 我們來到大阪馬系列的其中一個小插曲 不是插曲 應該說是翻外篇 因為接下來幾天就要準備參加大阪馬鬆 但是因為來之前還是想要稍微動一動 所以我們特別找到了當地的跑站 然後準備從我身後這邊 也就是美金龍的跑站 Mizuno Running Station 這個地方是在肥後橋的地鐵 然後從這個站出發到大阪城 大約是3.5公里的路程 然後等下沿途都是跑在城市當中 所以我們等下享受來體驗一下 到裡面租借 然後寄放東西 等下待會帶大家實際跑到大阪城 來當作我們大阪馬賽型熱身 OK 好吧 那我們就去裡面租借用品 寄物 出發 OK 我們來到了美金龍跑站裡面 看到這邊有三間衛浴 可以從這邊看 它的衛浴就是有簡單的盥洗設施 然後有些洗澡的熱水冷水 而且就是很簡單啦 然後外面有你的可以放衣服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它每個人進來就給你一個鑰匙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 我是114號 來找一下 把我的東西放進去 然後我們東西先寄放在這 待會就帶大家跑去大阪城 OK 換衣服 OK 我們已經完成寄放了 那它的費用其實也不算太貴啦 大概一個人是770元 然後就是包含跑真的寄放 還有盥洗的服務 那我們即將從這裡出發 今天雖然天氣不是很好 但我們還是來去大阪城 出發 因為現在身體一直都反對 這麼確� 有一點這個 應該會不會 可以 оф氏 045 calcul 記得 均勒 今天是一番好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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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已经跑到大阪城旁边了 传说中的护城河 清零现场的感觉还是蛮震撼的 我们刚从美金融跑镇那样跑过来 不要吵啦 这样跑过来大概只有2公里多 然后到大阪城应该刚好3公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来回路线 在这次比赛前来动一动其实还蛮棒的 而且沿路就一个直线而已 哇! 迪赛大阪城 好兴奋啊! 赛大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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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兴奋啊! 哇這右邊很漂亮 很漂亮耶 去高點 去高點看一下 T day 很漂亮啊 跑在這裡蠻爽的耶 跟我去跑黃巨的時候 那感覺很接近 黃巨也是類似像這樣 跑進傳說中的大阪城了 好帥 很帥耶 完成 我們跑到大阪城了 但這邊太多人我們還是小聲一點 我們剛從民眾跑站過來 全長其實到大阪城的最外圍 才大概兩公里 然後我們剛多繞了一圈 它一圈大概是2K左右 所以我們總里程目前累積大概是5公里左右 那等一下還要跑回去 所以這樣一圈加從來回的路線 大概是7到8公里 但如果你真的想跑過來 又擔心說里程不夠的話 沒關係 一圈兩公里 你就多繞幾圈再跑回去 紀錄的地方 我覺得這邊其實 真的還蠻棒的 像我們上次去跑黃巨啊 路線的風格有點類似 就是跑在護城河的外圍 又不會有跟汽車直接接觸的機會 所以相對起來是蠻安全的 而且這邊的路其實相對於黃巨 再更寬了一些 但你比較要注意的可能是 在繞這個路線的時候 有一段是蠻長的上坡 另外一段蠻長的下坡 它兩邊剛好是一上一下 那如果大家想要找一個最好的取景點 我剛剛大概繞了一圈看一下 其實這個視角應該是最好 因為周圍其實蠻多樹的 但如果你在中間這個沙子的這一塊 就前面有這個石頭的地方拍 比較不會被周圍的樹木阻擋到 好啦 我們等一下準備跑回跑站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 準備備這種大阪馬拉松 希望大家會喜歡 但如果大家剛好來大阪的話 想跑步 然後直接跑來就是大阪城 又不知道東西可以放在哪裡 推薦給大家 我是你的江陽隊 希望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 如果大家記得按讚、 1957 ㄴ字幕組就可以按讚、按讚、分享 我一下,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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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